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今年你挑版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老样子呗 今年我可能用team吧 team pro不用了 team pro也用 team pro可能帮工 那个beats呢 beats也用 beats我也买了 beats的beats就比较硬嘛 但为什么直接说了team呢 因为今年team pro改款了呀 team pro改款的改的 就是基本上改成公园版了 就滑起来跟公园版很像 然后滑到内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team会对我来说 更合适一点吧 team稍微更forgive一些 不会像team pro 滑起来跟beats 其实跟早年的beats很像很像的 除了它的板腰稍微宽一点 所以说team pro我留着跳公园 然后team的话我就滑山 大概是这个样子 改款的话 我觉得弹性稳定性有增加 很像beats的嘛 只不过就是滑山的时候 可能稍微软一点 我觉得滑的舒服一点 然后对于体力来说 也更消耗的少一点 会更舒服一些 这个板子的去年款就是这个 就是后面有这个菊花嘛 这个很明显的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但是很不幸 这个板被用断了 好吧 然后它应该是叫做mountain 我记得 nature mountain 这样看的话 它是一个就是all mountain freestyle 对 其实这个板子就是这个板子 它只不过今年图案改了 然后版型稍微改变了一些 对吧 你像上面还有底下 其实对于滑起来来说 没有任何区别 今年我也应该主要会去滑这个板 因为这个是属于那种大山freestyle 就是比如说在 看着很像park版 但是 它也可以进park 它也可以进park 我看到有些nature的滑手 也用这个板进park 但是它更偏向于 比如在大山里面 做一个360或者之类的动作 然后落到这种粉雪里面 可能它宽度还是比park版宽一点 对它的宽度会比park版稍微宽一点 然后你像这是157 我正常用公元版应该是157 但是这个板子我可能会选择最长的 你身高体重大一个 我大概身高1米8多一点 然后体重的话大概160多斤 差不多 好轻 对 所以你用的是大概什么高度 就是公元版是 我应该会用这个最长的 这个最长的应该是163 哇 这么长的 因为像我说的 它主要划大山 它长一点的话 我觉得稳定性上面会有帮助 那你team pro的话会选什么长度 team pro的话 我应该会选157或者155 157 155 159 这么短呢 对 因为公元 稍微短一点的话 我是觉得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今天这三本 我觉得超帅的 是吗 你喜欢这种风格 就是好看吧 你不觉得这很好看吧 没想到你喜欢这种风格 今天挺特别的 这是你看这种 这么花里胡燥 应该park吧 这是yes jackpot 对 是park版 Jackpot那超级park版 对 你觉得硬度有多少 这个 我觉得硬度有多少 我看一眼吧 硬度7 硬度7 估计对标那个 Nitro的team吧 我有机会我想用这个 然后yes还有一什么版的 其实yes呢 这个品牌 因为是在威瑟的这个 就是这边的公司嘛 对 所以说它应该会比较适合 这边的雪框是不是 耐造性 我觉得会好挺多 因为这边都是大山嘛 其实滑起来是比较 你对这个yes的边角 这个curve有什么 觉得有影响吗 我觉得它就是个噱头 是吧 就是个噱头 好吧 屌用没有 那个叫什么牌子来着 LeapTek 它也是这种威威的 其实说实话 你滑到最后的话 其实Traditional Camber的版型 永远是最好的 你看他们所有比赛选手来说的话 他们用的全是 最这种普通的Traditional的版型 其实就是噱头 就跟你上面这块 我给你削平了 跟有一点圆形 其实不会说影响特别大 对 但是这个它会有影响 我跟你说 这个应该是 这应该是The Great 对吧 The Great 它两边的刃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它后刃与前刃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用过吗 这个我也用过 但是这个我用断过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用这个版了 就是就是 好用吗 这个 好用 很轻 然后 就滑行起来也很舒服 挺舒服的 说实话实说 我觉得挺舒服的 就是耐造性上面 我觉得相对来说差一点吧 OK 现在很流行Jones版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划大山的梦想 对 虽然说可能有些人划不到大山 但是的话就是说 梦想总算有的 而且Jones的颜值 现在很普和 现在 审美 对 就比较喜欢剪洁这种 对 所以显得很干净 对 对 我其实我对Jones来说的话 我比较喜欢Jones 你像今年我穿的雪服也是Jones的 所以说 今年我也划了大概三周的flash 我觉得非常的reliable 而且就是说你划那个板 尤其是比如说跳崖树林 然后高速下划行 我觉得是非常的稳定 但你觉得Jones适合 就是水平还不怎么好的朋友 我觉得适合 你稍微拳块软一点的就好了 对吧 水平就是说有待提高的人 就是稍微划一个软一点的 更forgave一些的 这样划轻松一点 对 像这三款你都用过吗 就是说Aviator 我用过这个 我用过这个Stradus 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对 我用过flashship 我那个板这没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板还是比较好用的 可以 然后今年我打算用用这个 对吧 刚才Q哥给我推荐这个了 对 但是我可 可以吃个滑芯板 其实这是个CAMBER 对吧 对 我打算用用那个SOFIN 咱们聊聊CAPITA CAPITA其实我滑的也不多 但是CAPITA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牌子 它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点吧 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它排水槽 你过来 你看它这块有这种很细的纹路 对吧 你看其他的板子 咱们比如举个例子 你看这YES 它就没有光面 对 它这种板底的好处是它会非常的快 就是它走直线来说 比如说玩公园非常的快 你会看到很多公园滑手 都比较喜欢用CAPITA 就是因为 这个自己磨出来也可以的 这出厂就这样 或者你自己去磨 但是你自己去磨的话 你拿普通板子去磨 大概这边的话 大概是100多加币这个样子 在Whistle就有的做 你像我的Nitro板子 寄磨的时候 我就会去做一个这种排水槽 因为血比较软也比较湿 你需要这种东西让它加速 好吧 这个CAPITA的话 我滑过的板子一个就是这个 Super DOA 然后还有一个叫Mega Mercury 好吧 这个是Mercury 好吧 这是地中地 对 好吧 你们要选的话 我强力推荐Mega Mercury 那个虽然贵 但是那个版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这个也是一个大山freestyle的版 我看很多大神用这个 对 这个滑大山公园 我不是说这个 Mega Mercury 就是这两个 这个是公园 偏公园多一点 然后Mega Mercury 你可以滑大山 然后可以玩公园 都非常好用 你要玩公园比居多的话 选CAPITA的Super DOA 或者DOA 比如你体重小一点 力量少一点 对吧 想要软一点的板子 DOA 或者Mega Mercury 这三块板 我觉得不会错的 这个Super DOA跟那个TEAM呢 Super DOA跟TEAM比的话 Super DOA会比TEAM稍稍硬一点 我是拿去年的Super DOA举例 今年我没滑过 去年的Super DOA的硬度 跟今年的TEAM差不多 好吧 会比TEAM Pro会软一点 你要问我哪一个 我会用来滑山居多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TEAM 或者Super DOA 因为TEAM Pro 今年就像我说的 它稍稍硬了一些 它很像公园版的 对吧 玩公园 我肯定TEAM Pro 对吧 不会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但是滑山来说 比如说今天我要滑一天 那我大概率会选择TEAM 大概比如说157 或者159的TEAM 来固定器 固定器来说的话 我还是会用NITRO的TEAM Pro 因为NITRO TEAM Pro 它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就是颜色上面 进行了一点点的改变 然后你像今年 我比较想去尝试的 比如说像这个吧 这应该是Select 我应该没看错的话 对吧 它是Select 我选这个固定器 是因为我想去试 是因为我之前就滑这个 我在滑NITRO之前 我滑这个 我觉得这个固定器的反应 来说的话是非常快的 因为你看它下面有这4个点 那相当于滑板一样 就给你摁住了 但是我不选择这个固定器 后来换成NITRO 是因为它这个东西 很容易坏 所以说有一次我在山顶 终于到山顶了 做了40分钟缆车 SIVEN'S HIVEN 我妈的断了 好吧 这个断了 好吧 我就没办法 那就只能就是说 亮亮呛呛的滑下去了 所以说之后我就没有再闹了 然后当时正好也是NITRO 它有对我比较友好的 所以说我就直接选择NITRO了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固定器 我也相信 就是Response 什么都 对 我也相信经过六七年的变化 它这个应该是变得 已经更加的坚硬了 更加的耐造了 所以说我应该会想去尝试 尝试这个 基本上就是Capita官配就是UNIN 对不对 对 Capita官配就是UNIN UNIN不是 不只是Capita 我觉得任何的牌子配UNIN的固定器 都非常好 因为UNIN只做固定器 好吧 你像他们的技术已经是属于 不能成熟再成熟了 那么公园吧 比如说你玩公园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个 这个稍微软一点 软一点 用起来稍微舒服一点 这个我记得应该是Force吧 所以说你公园的话 你是用到一块硬的版 我不是Force 然后用到软一点的固定器 固定器我会选择一个适中一点的 适中一点 我会选硬的 你像我用Team Pro的话 我会选择Team Pro的固定器 对吧 就是他们厂家里面自己就是说 recommend你怎么搭配 我觉得那么搭配是不会错的 Nitro的固定器 其实它是比较窄的 如果你的脚比较宽一点 我建议你选择Union 好吧 比如说你像这个我用过 当时选这个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去年用过 你用过吧 太硬了 对吧 太硬了 受不了 你得去Gym 好吧 你像我用这个就感觉还可以 但是像你说的我觉得会硬一点 对 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Strape 这个Huge 会压我的上面脚背压的有点大力量 鞋子的话 我穿的一直是Team 跟Select 他这好像现在没拿出来 我拿这举例吧 其实这个就是Team 好吧 只不过他今年 他这是那个Marcus Cleveland 那个吧 对吧 他这边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挡板 好吧 这个是跟Select很像的 但是Select在这边 他会加几个那种 帮你固定的条 让那个鞋更硬 所以说这个双鞋 会比Select的软 但是会比Team硬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拆掉 它跟Team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好吧 我觉得Marcus Cleveland 真是 就是他 他懂 他世界最牛逼嘛 不能说人家懂公园 他能把这个弄出来说明 就是当我们滑公园 在这边划一段时间的时候 比如说有那种Hard Landing 我们会压这个地方 对吧 会压我们的Sheen 他会把这地方打开 但是这个东西呢 确保他会更加的Secure 对吧 不会因为更大的力量 把这地方压开 反正我今天会穿这双鞋 好吧 我就是今天我会换鞋 就是从Team或者Select 就是换成这双鞋 好吧 我就是很期待 而且这个鞋 它就是给公园造出来 好吗 很舒服 唯一的就是它底下没有那个 有一块之前那个海绵 我觉得那个挺管用的 还真有用 因为那个是比如说 有时候天气特别冷 你这个鞋会冻的硬邦邦的 那个会缓解 它被冻硬的那种情况 所以说比较好一点 那其他牌子的鞋子呢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Vans 其他牌子 Vans 32 One's 我觉得你要是有脚疼的问题 你就买One's就好了 好吧 就是One's的鞋专制脚疼 你如果比如说 就是比较软一点吗 它是 它的包裹感就是很舒服 它的包裹感很舒服 它可能会更加的 对于你脚来说更加的友好 我会让你脚很难受 你像我的学生来说的话 或者我的朋友 他们如果比如说 穿哪个鞋脚疼脚疼 我说那你最后你就选One's 我告诉他们One's以后 他们从来再没有出现过 这种情况 但是这双鞋有一个坏处是什么 它容易比较穿废楼 对 我有过一模一样的 Oral Pro 对 它很容易 就是一雪鸡都撑不住 你滑的 比如说你滑个50天 我觉得这双鞋可能就已经 有了 有点软了 就是属于 对 所以说 但是硬鞋也要 你要忍受住前几个礼拜的难受 对 硬鞋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 你自己在家多穿几床袜子 然后C鞋 然后穿上鞋在家走 使劲走 对吧 这样的话你的鞋就可以break in了 对 那32呢 你觉得 实话是说32我没穿 但是我听说 这个鞋比较 就是说对于脚稍微窄一点的人 足弓稍微高一点的人 比较友好 32也是一种很好的鞋 而且32 价格来说是比较贵的 它贵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很多材料都用上了 具体什么材料 你们自己查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着很fancy